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投资指南节目 我是杜高斯贝电视合作伙伴 你们的主持人马修·斯蒂文森 记住,钱可以照顾你 但是他不会照顾他自己 好的,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麦当劳 说起麦当劳 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连锁餐厅 不仅仅在美国,在欧洲,亚洲 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看到很多的麦当劳餐厅 但是,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他的股票 投资者看到的也是在过去20年和30年 他的投资回报率 现在来看一下我身后的图表吧 几乎每一年,我们都可以看到 麦当劳的股票拥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尤其是在2008年的时候 很多的大型股票下跌,跌幅超过40%到50% 但是麦当劳的股票却没有 麦当劳的市值有930亿美元 股票的价值大概为98美元每股 所以,麦当劳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喜欢的东西 即使你不喜欢它的食物 你也应该喜欢它的股票 但是,问题是应该是在何时买入呢? 在何时卖出呢? 接下来让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吧 麦当劳的营业利润率一直在提高 在日常的经营中所获得的几乎超过30% 资产回报率大概在17%到18%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 我们说起麦当劳就会想到土豆、汉堡、冰淇淋、牛肉 总之,它们的食物接受度是非常的高的 以及它们在股票市场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好的 还有就是它们的视线率大概在14%左右 这是一个很好的成绩 还有我们需要谈到的就是股票的增长率 麦当劳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 增长率在过去20年超过10%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增长率 对于麦当劳的股票来说 最先开始的时候并不需要投入太多 就可以获得超过20倍的增长 所以如果你持有麦当劳的股票的话 请继续保持持有吧 不要抛售套现 也许这种时候有的人就要说 现在进入已经太晚了 而我个人并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 麦当劳现在还在发展着 在中国和一些其他的国家 它正在越来越快地发展着 270亿美元的收入 以及麦当劳本身强大的现金流的支持 还有就是4%的股票分成 这都是吸引我们的原因 所以对于应该是买入还是持有 还是卖出这个问题 我的回答很明显是持有 也许现在买入将不会有20倍的收益 但或许15倍还是有的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杜高斯贝电视和做伙伴 你的主持人马修斯蒂文森 记住 钱可以照顾你 但是他不会照顾他自己 在包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高斯贝лов 则 杨高斯贝斯 杨高斯贝斯 感谢观看